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我们美好的第三弹活动 还有机会 在今天的资料下载包当中啦 因为一开始跟他介绍的时候是日版这一边的资料下载内容嘛 然后国际版的拆包啦 来得比较晚 那么我们国际版的工程师似乎又又又又又一次的出包啦 谢谢大家 就是这一张 这一张L.O.O. 紫桃红 他的极限Zack觉醒 极限Zack激战的那个 Banner啦 有出现在国际版的 资料包内 然后因为有好几个财宝大佬都有post出来 所以这就 不会是假消息啦 那 非常感谢我们国际版的工程师 让我们在 第三弹活动中 呀又有一个希望啦 想想 昨天所看到的那一位 资黑物的极限Zack觉醒 老实说真的是还蛮痛苦的啦 吧吧吧吧吧 不管怎么样子啦 我们这一张 Bullak 是把Saya Jinro的 他的极限Zack觉醒 似乎是可以确定的啦 但是有一点就大家要记得了就是 他的极限Zack觉醒 不是现在马上就会出来 不是明天啦 22号 因为像资黑物啊 明天那个红区啊 神之愤怒的关卡啊 通通会在明天直接给放出来 可是这一张的话啦 他不在这一次的最最最最前面当中 就会发出来 所以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需要等一下啦 那不过不管怎么样子啦 就多了一个希望啦 因为毕竟 Bullak来讲的话 算是我们等了非常非常久的一个角色啦 他的 新卡 没有嘛 然后我们的期待就是在极限Zack 但是在资黑物的极限上 真的是 不尽如意 真的是还蛮 失望的 那么 现在就是等着这一张 Bullak 落着 应该是 没有问题吧 至少啦 至少这一张的火力面上是绝对会强悍的啦 那么之前也跟他 聊过嘛 就我个人会比他希望的 然后其实我后来啦 就有想到有一个点 就 有一种被动是讲 攻击参加中名称某某某某 存在的时候啦 会获得什么能力啦 我觉得这一张 Rosei来讲的话 还蛮适合攻击参加中 名称Zamask的角色存在时啦 可以Extra获得减伤 或者增加防御力的能力 是可以有的 就像他在动画当中的表现啦 其实就有 他们的 Combi的时候 Dramas帮忙他扛伤 然后这个从后面 出去打伤害这个样子 哎 然后像之前 他们在激怒悟空的时候 Dramas站在前面扛 他直接刺穿 Dramas的身体 去攻击这个样子 呀所以想来应该 是有机会获得 一点点的防御能力吧 哇呀那个纸黑雾 已经搞到这样子了 Rosei Omai ga Saiigo no kibota 哈哈哈 你是绝望的未来中 最后的希望啦 Rosei 哈哈哈 哇希望这张的成长啦 是可以做到 一定程度的 强化上来啦 不要再像那一张 紫黑雾给到我们 这么大的期待 又这么大的失望啦 虽然说那一张 他就 只有一点点的 缺点 应该不是一点点缺点 最大的缺点 就是前期很弱 后期成长上来 也要花蛮大的时间 那么讲到这个的话啦 大家应该也知道 这一张紫黑雾啦 他的变身条件 已经有做一点 小优化了嘛 原本的是战斗开始 六回合以后 血量80排以上 可以变身 而现在已经是改成 S 战斗开始四回合后 血量60%以上 就可以变身 老实说 这个变身限制啦 改成这样子 让我们会比较容易 使这一张 紫黑雾啦 进入变身啦 因为 以XAMAS TEAM来说的话 素数的XAMAS 在最初的阶段啦 他总数 单回合可以回血30% 进场回10% 回合结束回20% 然后那一张 在第2弹活动期间 这个自数XAMAS 他每一发必杀可以回7%血 如果能连击就有14% 所以讲 在 4回合内啦 我们维持这一张黑雾空的 那个血量 在 60%以上 应该 不会很大的问题 假设 在第1回合 这一张紫黑雾就登场 那么我们就把它摆在3号位 就类似之前那个 素数的Gokita 他极限的时候第4回合变身 改成4回合变身 那么这一张也是可以同理 第1回合把它摆在3号位 当然也要期望3号位的攻击量 不要太多 最好是只有一下到两下之间 那么 在这个回合 就过渡过去 等他再一次登场 那么已经是第4回合了 只要在这 后续的两个回合中 我们想办法让那个血量维持在60%以上 那么这个Black 就可以直接做到变身 那么变身之后 即使是面对奇系敌人 他都有散发必杀的可能性 这样子的话他的提升上来也会比较好啦 至少在运用上我们就比较有的 一些想法 那么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啦 因为现在变成条件改变之后我就想假设啦 在这边跟技术的ZAMAS做连结的情况下 同样啦 然后给他一个 技能翼500 加500Defend的技能翼 然后变身条件 因为优化的关系 4回合后 那么我们讲说 他初登场之后 再登场 即变身 因为刚才讲 如果他在第1回合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他放在3号位 等他再登场的时候第4回合 假设如果他是在第2回合才登场的话 那么 只要 第2回合 第2回合那边 他的2号位的攻击 不是那么多 我们可以让他维持在2号位 就不需要把他给移走 那么他在登场 他也是可以直接变身 只要血量在60%以上 以这样子的考量来做的话 我就稍微重新计算了一下 他的初始 始终是很差 这个是没有错啦 黑法条件这边 增加了500的技能翼之后 初登场 在最初状态 15.2万的防御力 烂到一个不行啦 那么 因为 我们自己 假设就有开两路以上 绝对是把连击点好点满的啦 那么 有可能做到2必杀 假设没有的话 22.9万 这个我们最多啦 我们还是可以 扛个一下的普攻啦 最好就是可以扛到一下啦 那么 第2战他在登场之后啦 变成 即死 即刻变成 那个 桃红 那么 如果是 他上一轮只开到一发必杀 那么这一轮就有机会 两发必杀 三发必杀 这样子 36.3万 45.4万 那么 在第2回合啦 他有一个 不错的那个防御抗性了啦 至少 至少啦 就一点点的量了 嗯 那么如果是 运气 非常好啦 变身前后啦 变身前两发必杀 变身后也成功做到三发必杀 那么会有一个 63.6万的防御力之在啦 讲真是 两回合 我们可以达到这个水准的话 他是属于 还OK的 属于合格的 但就怕是没办法做到 因为 连击这东西 比较是看连 尤其是 在变身逃风之后 他的那个追加攻击 其实也就是 高确立罢了 对我这种高确立或者超高确立都连普攻的人来讲的话 其实就会蛮难受 但是就讲说 至少啦 我们可以比较快让他进入一个比较强的状态 那么 接着 在变身逃风之后啦 他的每一发必杀 都可以为彩星的 那个 死黑屋啦 是 9.09万的防御力提升啦 不到10万其实也还蛮难受啦 只不过就是他可以连击的次数比较多 可能官方也是考量这一点 但是 以 环境来讲的话 其实是不适合啦 给他一个超大夫上升 我们都觉得 很辛苦了 跟何况这样子 因为目前我们的关卡 大部分都是 两回 应该是 4到6回合之间 很快就会打完了 比较长一点的 大概也是打到9回合 所以其实可以给他 叠防的次数的时间 是没有很多啦 不过这边就是 假设讲说 我们比较运气好 他在登场马上变身的话 可以达到的一个条件 用的话 勉勉强强强啦 变到比较勉强一点 只不过第1回合 依旧是 超级无敌的 弱势啦 也可以说是 这一次所有的 极限在卡当中 最最最弱势的啦 呵呵呵呵 自意啦 这样子讲啦 OK啦 那所以 这一张 被炒出来讲说 极限在觉醒啦 会这么期待 就是这个样子啦 希望啦 他的强度 可以完完全全 盖过 之黑雾那一张的 的那个 让我们的失望啦 不要再 让大家失望了 Omatsu-san Onegaishimasu 就这个样子啦 至于他的 极限在觉醒的时间点 目前 是不知道 不过 我自己查了一下时间啦 因为明天 22号会极限在吗 然后 26 7号 左右应该是 爆裂连协战 然后我们的这个 是 到 5号 结束 所以下个 星期 4 5 之间 做到极限在的 可能性 会比较大啦 嗯 可能中秋节啦 29号的时候 这边 可能 27号 出资料 28号 又来一次资料下载 然后 29号 再把极限在上来 可能啦 这个是我自己 一股的时间啦 不过 就 不要 不要听太多啦 因为实际还是等官方 出来才看 Onegaishimasu Omatsu-san Lose-yo 君が 最后の希望だ POP POP OK啦 就 这样子啦 我们就期待一下 那么 这一次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Jia Mata Ni Bye Bye